8点气象时间来关心 即时影像是台中的高美湿地 现在看起来云多多天气 看起来蛮不好的 其实今天全台各季天气 还是有一点不稳定 在白天是都有机会看到阳光落里 虽然台中现在目前看不到阳光 但稍后可能就会开始变热了 今天全台各地在上半天 是高温的状况 但下半天还是要注意降雨的情形 因为昨天的天气形态也是类似的 下半天有些地方雨真的下很大 所以提醒大家 出门要注意天气的状况了 接下来透过亚中雨图提醒大家 这整个礼拜都是太平洋高压 持续影响的状况 而高压目前看起来是不够强 台湾只有在边缘 所以导致各地午前都是多云稻情 但午后就会有些局部雷震雨 而午后雷雨的多寡 取决于高压的强度 因为前两天高压比较弱一些 所以午后的雷雨就蛮多的 像是昨天下午在南投县的国庆乡 施雨量一度来到了107毫米 真的是非常惊人 但提醒您 今天的天气形态跟昨天也是蛮类似 因为高压还是比较弱 所以午后雷雨的范围会扩大 而且时间会拉长 因为像是昨天一个地方 雨是下到了晚上 而今天降雨热区 还是中部以北 东半部以及南部山区 不排除也都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都要注意短延时强降雨 至于明后天高压是增强 午后雷震雨的范围会缩小 中部以北的山区 还有北部跟宜兰花莲 近山区的平地 还是会有降雨的可能性 至于礼拜五到中末假期 这高压又要再减弱 改吹的是新南风 改吹新南风就是要注意中南部 可能一大早清晨 就会先零星的短暂震雨 但午后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东半部 以及其他山区 也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震雨 所以假日看起来天气 也是蛮不可定 所以一定要有雨天备暗了 而关心完降雨相关的状况 再来关心高温的状况了 因为昨天最高温 是出现在屏东三地门 37.8度 在云林陡南甚至也有37.7度 而今天状况也类似 中午之前会很晴朗 温度会很高 平均高温是33到35度 但局部高温会有机会来到 36到38度 而高温资讯就要提醒您 红色灯号是云林县 昨天云林就飙到了37.7度 而在云林红色灯号 代表是有连续38度高温的可能性 至于橙色灯号 屏东跟其他县市不太一样 它是有机会来到38度的橙色灯号 确实昨天最高温是出现在屏东 另外其他橙色灯号 还包含了双北市 还有桃园以及新竹 中章头嘉义县市 还有台南高雄 以及像是在花莲都要注意 其实来说有14个县市 是发布了高温资讯 其实之后在金龙 还有新竹市 苗栗 宜兰 台东以及各离岛 是没有发布高温资讯 其他各地都是高温资讯 所以中午时间出门 一定要防晒补充水分 不只是高温 紫外线的部分 也是要特别留意来看看 整个云林以北 都是红通通一片 也就是过量等级 包含了基隆 新北 宜兰 也是类似 另外紫色的包含了 花东以及云林 以南 金门 澎湖 甚至来到了危险席 所以中午出门 如果在大太阳下 待个十分钟 就可能中暑 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只是下半天 就是要注意的 又不太一样 就是降雨的状况了 雷达回布图提醒您 今天清晨 其实水汽相对来说蛮少的 只有巴士海峡 有些零星的回坡北上 所以导致了台东跟恒春半岛 有一些昨天晚上残留的降雨 但坦白说也不多 最多是在台东的达人箱 将近20毫米 但这水汽相对来说 是真的比较少 今天要注意的 还是午后雷阵雨 午后热力作用的影响之下 整个中部以北 东半部还有山区 都是要注意 可能也是短延时强降雨 至于这雨 到底还要下多久 四日雨区域也要提醒您 其实今天相对来说是水汽最多的一天 可以看到很明显 很多地方几乎都会下雨 但是还是午后为主 至于明后天相对来说 水汽是少一点点 但还是要注意了 其实还是蛮多地方会下雨 同样是在午后的状况 至于礼拜五开始 看到这水汽好像还是变多了 因为确实礼拜五的天气期待 相对来说跟今天比较像一些 因为今天相对来说 这个太平洋高压是比较弱一些 所以这个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就会扩大 而且时间也会拉长 礼拜五开始吹的是新南风 中南部甚至从清晨开始 就是要注意沿海有降雨的状况 所以这几天同样的都是 在上半天很热 但下半天恐怕都会降雨 一定要特别注意 最后来关心的是各地的温度趋势 首先是北台湾的部分 北台湾今天要注意了 像是双北市 很多地方都发布了高温资讯 都有机会达到36度 而明后天的天气形态也是类似 同样都是35 36度的高温 至于在中台湾的部分 中台湾其实温度也偏高 虽然平均高温是34度 但是高温资讯局部地区 还是有机会上海36度 而在南台湾的部分 南台湾今天同样很热 很多地方都是发布了高温资讯 也是有36度的高温 甚至在屏东要注意 有机会来到38度 至于在东台湾的部分 东台湾相对来说温度没有那么高 因为像是在台东花莲 其实就没有发布高温资讯 但是要注意高温还是有机会 来到32 33度 以上这节的气象资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